每一座小城市 都有机会在互联网时代重生 随着一些大厂来到小城 新小城故事在许多地方上演 比如苏谦 哦 这么好呀 我们当年站在宿舍窗户往外看 可能是一片工地 客服之都 电商名城 宿舍正焕发着朝阳般的活力 六年前 李家如从这里 开始了他作为新宿舍人的一天 17年我大学毕业 是通过人才引进来到宿舍的 刚开始也是从客服做起 但是成长空间很大 充足的工作机会和晋升空间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来到这座城市 这波 宿舍的新地标京东智慧城也拔地而起 以前坐车加转车要二十多个小时 现在从我的东北老家到宿舍只需要几个小时 新有归宿是城市发展得很快 但心跳不用太快 在这里 你不用像宁紧的发条 生活充满各种乐趣 年轻的宿舍欢迎每一个年轻人 生活想要慢下来 科技发展就得先快起来 宿舍的智能物流有着令人惊叹的速度 每天下午两点三十分 是王客和身后的千军万马最繁忙的时间段 大批的订单即将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 物流产业升级 让城市生活更加便捷 几年前 王客和爱人都还在外地打拼 家乡的变化 像父母招呼儿女回家一样 一直牵引着他们走向家的方向 宿舍这两年的发展真的特别快 我们走的时候都没有高架 这两年高架建好了 我们回去都比较方便了 我回来吗 亲友归宿是与家人安心团聚 在家乡安稳工作 他们是这个城市的建设者 也是受益者 有的人在大刀阔府建设世界 也有人在用温柔治愈每一个平凡人 小董 小董 小董是一名药房医师 有事找小董已经成为这一片居民的默契 这些老人都是住在我们店附近的 年龄大了嘛 腿脚容易不好 我们会经常上门给他量一量血压呀 送一送药呀 奶奶给你送药来了 这个一天吃一粒 时间长了我们相处的就像亲人一样 我们一直在跟医院合作 可以让患者更便捷地拿到药 心有归宿是老有所养病有所医 假 控制还不错 不断完善的城市医疗 小董和林里之间温暖的故事 治愈着城中每一个人 眼前这个背着手的男人 每天混迹速签各大菜市场 人送外号 菜场问家王 农产品价格的变化 对于他和他心系的农户们 可是息息相关 我大学学的是农业机械专业 因为我父母是养螃蟹的 怎么样利用我学的专业知识 来改变他们的养殖思路 我现在利用的是质量化 从水的监测都可以 很好地看到螃蟹的生长环境 可以使蟹农养出来的螃蟹品质 更上一层楼 在小湖带动下 越来越多的乡亲 加入了智能化养殖队伍 他们所在的盐吉村 也因霸王蟹卖上了好价格 成了远近闻名的京东奔赴村 养螃蟹就像养孩子一样 一定要尽到照顾敷衍的义务 每天晚上我都会到蟹塘里来转转 因为这些都是机器替代不了的 这也关系到每个蟹塘下半年的收成 新有归宿 是让回乡创业不再难 一锦还乡 不如造福家乡 越来越多的宿迁本地特产 拿上电商快车 卖遍全国 我来介绍一下这个信息吧 数千是农民工工资监测预警系统 可以智能地去主动地发现 哪些农民工可能权益受到了侵害 通河河塔之后呢 去督促督办相应的建筑企业 去完善他们的一个工资的一个发方 不仅是农民工工资支付监控预警 速签的智慧城市 在交通管网 应急事件 民生救助等等其他方面 也在有序推进 我们将会持续优化完善系统 让兄弟们干活时 内心更踏实 生活更有笨等 城市就像有了神经网络 有了可感知的数字生命体征 可以通过城市计算 及时发现问题 预判问题 及时解决问题 新有归宿 是很多人心里装着数千这座城市 他们打造了这座城市的智慧大脑 城市与企业是紧密的命运共同体 城市因企业而兴 企业因城市而强 京东与宿迁携手走过14个年头 累计合作项目13个 总投资额超过200亿元 不止在宿迁 20年间 京东将企业与城市的共生发展 复刻到很多地方 在拉萨 京东物流2021年 把首个大型智能物流舱 送上青藏高原 在贺币 京东科技 助力城市产业转型 实现从一枚独大到多业并聚 良好的产业生态 温暖的民生关怀 可以丝毫工作 可以精彩生活 越来越多像宿迁这样的小城 正吸引年轻人回到家乡 回到他的身边 这就是我们的 稀有归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